泽伦斯基将亲自参加G7峰会 李辉到底有没有跟泽伦斯基会面 习近平催促搬迁雄安新区被抵制 把中共军人比作狼 吴京被举报辱军 当局拖延去年第四季度殡葬数据 这是要圆谎吗 北京严控民间资金外流 地下钱庄收费翻倍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五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七大工业国组织G7为其三天的领袖峰会 19号在日本广岛召开 据最新的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将前往日本 直接参加七国重岛会议 消息人士说 资伦斯基将在沙特阿拉伯出席阿拉伯联盟峰会之后 称作美国军机飞往日本 日本官员此前曾表示 资伦斯基将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参加会议 不过他们仍在周日额外的增加了一场有关乌克兰的会议 这符合资伦斯基的行程安排 让他得以亲自出席 这次峰会的地点选在了广岛 这是78年前人类第一次使用核武器的地点 这提醒了当今国际社会 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正在不断的升高 据报道分析 资伦斯基届时若能顺利的出席峰会 预计会加倍的向西方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 甚至是获得美国制的F16战机 同时他将持续地游说印度和巴西等非G7与会国 加入西方制裁俄国的行列 具有讽刺性的是G7曾经是G8 但是因为2014年俄罗斯非法占领 并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 而遭到7与7国冻结了会计 如今被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 反而能比俄罗斯还要早地重返G7会议 中共特使李辉日前访问乌克兰充当战争调停人 中共外交部18号对外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见了中共特使 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府发布公告 却没有提及泽伦斯基和李辉会见的议题 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关于李辉访问的声明 暗示了北京和基辅在结束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根据中共外交部18号官网的报道 王文斌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乌克兰期间 泽伦斯基会见了李辉 双方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中乌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按照中方的说法 乌克兰方面表示很高兴在两国元首通话后不久 接待李辉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 当记者在此提问 能否确认李辉和泽伦斯基进行了会见时 王文斌回答说 刚才已经介绍了 并且重复泽伦斯基会见了李辉的说法 中共还声明 李辉还分别同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伊尔马克 外交部长库列巴 以及基础设施部 能源部 国防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会见 但是基辅的几个声明都没有提到 或者是确认李辉和泽伦斯基的会面 只是确认李辉17号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并且库列巴表示 乌克兰方面不会接受包括丧失领土或冻结冲突的建议 这被认为是对中共之前关于结束战争的立场文件的直接回击 因此 有评论认为 乌克兰关于李辉访问的声明 已经暗示了北京和基辅在结束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也有分析认为 乌克兰甚至都没有公开报道 泽伦斯基会见了这位特使 他接下来的访问行程已经毫无意义 只剩下了最后向普京汇报了 时事评论人士网友群说 中共力图打破外交上越来越孤立的局面 采取了很多措施 想在国际舞台上再领风骚 但是时宜进迁 一个尴尬接着一个尴尬 第一个是被排除在G7峰会之外 第二是被排除在欧盟印太外长会议之外 第三是调停俄乌战争 没有人买账 世界已经因为价值观的不同 分化为两大阵营 自由民主阵营和专制独裁阵营 中共政权不仅仅是专制独裁 而且是更趋极权 与天意 民心 时代大潮 世界大势背道而驰 不信中共已经成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共识 习近平拍板设立的雄安新区 在经过六年空荡荡不见人气之后 几天前迎来了习近平及其一众的政治亲信 阵仗之大历史罕见 有时事评论人士认为 这次高调的视察阵容显示 习近平是要确保他亲自指挥部署的雄安 没有停工烂尾 这一届中央完全支持迁都打击 习近平当局一挥手 北京被选中的机构和人就要开拔 被逼迁了 但是近日习近平召开座谈会 力促北京机构完成疏解搬迁时 一些讲话却暴露了被掩盖的信息 就使搬迁计划受到了抵制 中共官方将雄安新区定位为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散集中承载地 设在北京的一些机构陆续的要搬到雄安 习近平在近日谈话当中警告相关的机构 不能凭自身好物 需要搬就要搬 不能搞纸面疏解变相回流 名义上疏解结果回去了 更不能通过在京设立二级单位等方式 边疏解边新增 同时习近平又安抚说 从政策措施上会确保疏解单位和人员 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海外实时评论人士分析指出 习近平的讲话无意当中透露了一个现实 即北京的机构学校正在变着花样 软性的抵制前往雄安新区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 习近平几次催促 第二批启动疏解的在京央企总部 及二三级子公司尽快搬去雄安新区 这说明习近平是搬迁一事无比的重要 可实际效果却是很差 北京的机构都在以各种方式抵制 不但有抵制而且反弹力度还很大 以至于迫使习近平到最后不得不公开 以经济利益来进行书买 李林一说 官媒报道提到被安排 首先从北京外迁的一些央企的总部地址 都还在建造之中 显示雄安工程烂尾的说法并非是空穴来风 今年三月份曾有消息说 北京当局要求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等四所大学 首批疏解到雄安 然而其中三所大学却在4月2号同一天发布声明 将实行一校两区协同发展 既保留在北京的原校区 也在雄安建新校区 为什么北京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学校都不愿意搬迁到雄安去呢 有观点认为 雄安新区的选址明显是违背市场规律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曾经说 雄安新区的选址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 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 难以吸引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聚集 而且河北省并不具备经济实力很强的特大城市 来引领全省经济的发展 相比较而言 经济现有的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驿庄开发区 天津科技技术开发区 滨海新区等发展条件 明显的要更加优越 对此美国之音分析 在前述背景之下 北京当局逆市场而动 仅凭强大的政府意志和行政能力 来逼迫北京的各级机构搬迁 势必会触动许多人的核心利益 初期也许能够取得一定的进展 但是时间一长 被压抑的市场内在规律 必然会起来反抗 到最后 雄安新区的工程 就很可能虎头蛇尾 还是成为烂尾工程 脱口秀演员李浩时 就因为一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 形容野狗 被中共当局大搞文字语 大陆的民众不满之余 按照当局的手法如法炮制 拿热装在电影中扮演战狼的吴京开涮 举报吴京在系列电影中把军人称为狼 比狗更坏 涉嫌乳军 效果文化公司脱口秀演员的段子 被控对中共军人不敬 引发了轩然大波 被控乳军的脱口秀演员李浩时 5月17号已经遭到立案调查 他在近日演出的时候 提到领养两只野狗 让他想起了八个字 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 随即遭到了举报 遭到官方重罚 令很多脱口秀演出近乱寒蝉 纷纷取消了演出 闭口应对 不过当局的打压 压不服人心 民间吐槽 这是新时代文革 18号网上传出一张手机网页截图 显示有人趁机举报 中共当局背书的动作演员 吴京拍摄的战狼系列 涉嫌乳军 甚至更为严重 举报信提交到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 举报信称 吴京拍摄的战狼 战狼二 把中国军人比作狼 同李浩时把中国军人比作野狗 是同一性质 涉嫌严重的侮辱中国军人 信中还解释到 从生物学角度讲 狼和狗是同一物种 是比野狗更野的狗 从文化角度讲 狼一直是反面形象 凶残邪恶的象征 例如狼心狗肺 狼自野心 狼被围奸等成语 都是贬义词 微博上有不少大陆的网友 也呼应说 吴京的战狼是最恶劣的 居然把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和父母官比喻成狼 一定要举报投诉 如果他把关键词 从野狗换成野狼 或者是狼 还会被认为是侮辱军人吗 台湾国际关系学专家宋国成表示 中共官方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在外界看来是小题大做 其实反映出中共政权心理上非常脆弱 可能比玻璃还要更脆弱 过度敏感 新冠会导致后遗症出现长新冠的情况 已经被国内外的专家认为是普遍的事实 前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日前在北京的一个学术年会上承认 长新冠是基本事实 感染新冠次数越多 后遗症风险越高 而上海的防疫专家张文宏也表示 新冠感染有一个很长的脱尾效应 他5月18号对陆媒说 这一波二洋患者 大多数比去年年底是洋了的症状要轻 病毒感染还有一个很长的脱尾效应 但是不应该对经济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他提醒老年患者和有基础病 免疫力较低的患者要重点看护 在五一假期之前 大陆网络许多网友就晒出抗原 称自己和家人都二洋了 担忧第二波疫情高峰已经来临 另外 虽然官媒不再重点报道疫情 但是仍有不少的患者感染后去世 不同年龄阶段阶层的人都有 外界还注意到 中共官方至今还是没有公布去年 最后一个季度的婚姻和火化遗体相关的数据 外界猜测 这或许和去年12月份当局放开防疫之后 涉及巨大的病亡人数有关 中共民政部通常在三个月之内发布 关于结婚离婚和火化遗体的季度数据 但是民政部官网显示 截至5月18号官方没有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的数据 4月21号中共民政部曾针对网友问询 有关2022年婚姻数据回复 将在今年的8月份左右发布 但是不知是否包括去年最后一季的殡葬火化数据 如果官方在8月份左右公布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数据 将意味着不寻常的长时间延迟超过了6个月 中共民政部目前没有对延迟做出解释 旅居澳洲的学者李源华 18号表示 现在当局对人口数字的管控都是计算机化的 而且是全国联网 在中国人去世火化 要去相关的单位开证明 相关的单位注销户口 所以从计算机直接就可以调出来死亡的数据 他认为到了时间还不公布死亡的人数 最主要是因为去年底全民染疫死亡的人数太大了 大陆陈律师也认为数字是不难统计的 但是如果实际数字太惊人了 官方不愿意把实际的死亡人数公布出来 他说当局现在拖延发布的数据 只是想着怎么圆这个谎 要让老百姓感觉好像是人口少了 也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据希望之声财经TV的报道 中国经济前景堪忧 许多人开始着急卖房产套现 将资金汇出 中共当局在严防中国民间的大量资金外逃 如今地下钱装收的佣金都翻倍了 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及价格大幅度下跌 深圳豪宅降价1000万元人民币仍然是无人问津 上海数千万人民币的豪宅也是大跌数百万人民币 外界认为局势不稳造成民众抛售房产套现 民众一边卖房套现 一边为资金寻找转移到境外的渠道 大陆的欧阳女士向自由亚洲透露 近期不少人透过地下钱装将资金转移到境外 现在通过地下钱装将资金转移到境外的手续费 已经从3%都提高到7%了 他说由于需求量大 汇款难度也比以前要高 现在地下钱装要求单比最少50万美金起跳 资深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认为 中国外汇面临逐步减少而且幅度很大 恐怕会切断所有的外资流出的管道 他估计每年每人5万美金的额度 都会面临着全面的管控 日前 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宣布 将下架在中国大陆的APP 欧阳女士说 这也是当局要防止资金外流的措施之一 因为用户会把钱转移出去 投资美股或者港股 当局不喜欢用户跟美国的金融市场有交流 后续估计要把资金通道全都切断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召开的两场峰会 一个是在日本广岛召开的七大工业国集团的领袖峰会 另一个是中共和中亚五国的峰会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聚集峰会现场传出的照片 就是几个大国的领导人围着一个圆形的桌子 坐在一起开会随身携带的电脑包都得直接放在地上 桌子上是放不开多余的任何一样东西 而中共这边呢 接待中亚五国那排场 真是没有语言形容了 穷尽奢华之能事 豪华的大轿车接送 唐朝侍女提着宫灯为几个人引路 接下来豪华的接待 豪华的演出 豪轰的撒钱几百亿 真是没有词来形容了 简直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那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谁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呢 网友说 看一个人怎么样 看他的朋友圈就知道了个大概 看一个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也是没谁了 人家是不管多大的会 就是为了开会 大家正经的开会 会议间歇顺便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风情 咱不管开啥会 不管大小都能开成文艺会演 这样看来日本的峰会就是太寒酸了 这是正经的东升西降 最大的区别是中共这边是花钱请的 日本这边是志同道合 也是没办法 花钱中共也请不了英法美这些大国 如果说之前农管下乡 不让讲笑话 这是一步一步的退回到了文革时期 那么倒车党这一脚油门下去之后 又退回到了盛唐极尽奢华的时期 这搞不好啊 稍微再使一点劲 就要到了阳广统治的隋朝末年时期了 什么挖运河呀 修宫殿呀 吃树皮啃草坑 一子而食啥的 估计也快安排上了吧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担心错过精彩内容 那么您可以在留言区 写下您的电子邮箱 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节目更新传送给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